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好像今天我们所请来的嘉宾 他所从事的行业是很特别的 是一位调停顾问 大家听过没有? Hello 林博士 你好 你好 林志玲博士 欢迎你上来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聊天 可不可以和大家观众讲一讲 什麽是调停顾问 而调停顾问的范畴是做什麽呢? 调停这个名词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 是越来越会被人听到的 是 因为这个人士的身份和工作上面 所带来的服务 对很多的冲突都会有帮助 譬如在战争里面 各国之间的争执 在现今譬如在中东的地方 也都需要有调停的工作的人士 有些人去划算 是 没错 是 工会和一些老板 很多时候也都需要人在当中 来调解某一些合约的纷争 比如说在这个保险方面 客户的需要 保险公司 也都很多时候需要有调停人 在当中来调解这些纷争 保险行业也有的? 是的 那就是赔偿那方面的事情 很多时候两方面有不同的要求 是不是? 至于我呢 我是集中做在这个家事调停那方面的 是的 或者我们这样讲 调停顾问这个名称 是中文的翻译 其实英文就是一个字 就是mediator 是 那mediator 有人翻译是调停员 调停人 调停顾问 或者他某一些的专业背景 叫做调停师 或者是调停的工作者 调停顾问 调停工作者 和社会工作者是不同的 是 和辅导员又不同的 是 怎样不同呢? 是的 因为呢 调停工作者最主要就是 以一个协调人的身份 来帮双方 来化解 他们之间的冲突 如果按照这个学者的研究 mediator 调停顾问 或者调停人 这个字的来源 是来自 现代的一个精神分析学家 Sigman Freud 根据学者的研究 就说 是他 Sigman Freud 是提出来一个理论 就是说人的思维 Human Mind 有三部份的 一个是 不知不觉的冲动 一个是 完全独立的自我 冲动就是impulse 自我就是ego 还有第三部份 就是super ego 那个就是良知 conscience 那么良知就是 按照环境的需要 社会的要求 期望 那个人就会作出反应 那么 Sigman Freud 这个理论就说 这个ego 全部独立自主的这个自我 就成为那个mediator 调停人 调解这个冲动 和这个良知之间的张力 和是纷争 根据学者的研究 就说 从他那里开始 就是这个调停的观念出现 至于在这个北美洲 家事调停的行业的出现 最早是在1961年 是在罗省的法庭 罗省的法庭开始呢 就提供这个服务 当时呢 就不是叫做mediation 是叫conciliation 就是和好 那意思 那后来呢 那后来呢 在加拿大呢 就慢一点 1973年 在Hamilton 在Hamilton 反而是Hamilton 是 在Hamilton的法庭呢 就是一个court base的 是 就法庭提供的一个conciliation 那我参加的那个协会呢 就叫做 安省家事调停协会 Ontario Association for Family Mediation 这个协会呢 就是1982年才成立的 那就 有一句说话 就是说清官难審家庭事 是不是 就是我们讲到家庭的事情 真的 很多很多很繁复的 不是那么容易解决 家家有本难念 是的 那就是 很多人误会 以为调停 调停顧问 家事调停的顧问 就是帮个家庭来審判这些事情 来到是 如何帮助他们解决 其实就不是的 这个调停顧问 家事调停顧问 不是一个审判官 帮他审判这件事情 嗯 调停顧问是一个中立的人 他是以一个 不偏不倚 公平公正的身份 来协调这个过程 调停的程序 让双方 大家的争执 大家的看法 大家的要求 大家的需要 可以看怎么样 把距离拉近 直到他有一个协议出来 并且是帮助他们 定下一个计划 来到完成协议里面所说的事情 所以 这个行业可以说是比较新一些 是 还有对于 调停顧问的要求 都是有一定的水准 比如英语方面要很高才行 因为他所接触的 除了跟客户之间可以用中文之外 他的报告 和法庭的沟通 或者是和律师的沟通 都必须用一些的英文来沟通 是的 有时一个字 欠缔缔缔 意思又不同了 是的 还有你怎么表达那句子 是很不同的 是的 sorry 所以调停顧问 和辅导员是很不同的 通常要在什么 特別的环境下 去进行的呢 如果是辅导员 他就可以在辅导的房间 或者是一对一 单对单的辅导 但是由于调停的工作 是三方面的 除了调停顧问之外 还有两方面 甚至乎两方面 请他的律师 一起出席都会有的 那就是不是变成五个人坐在一起 是的 所以那个房间必须要够空间 必须要完全安静 必须要不可以有什么的骚扰 特别在这个调停过程里面 有时气氛是会很激烈的 会大家表达意见的时候 是会表达得很冲动的 我试过来帮一对夫妇 来调解他们的纷争和冲突 一坐下谈就吵架了 太太就说先生怎么不好 叫我要帮他 丈夫就说不是啊 他这么说是错的 完全不是事实来的 这样才对啊 你要中立一点 我听他们说了一段时间 我说先生太太 你们似乎请我来 是帮你调解纷争 不是看你们吵架的 哈哈哈哈 他们就安定了 安定了下去 继续才进入调停的过程里面 所以地方来说呢 对于我来说我们比较是有一些 房间是宽敞一些的 是舒适一些的 让大家和这个空调呢 是能够适合的 让大家可以降温 是啊 林博士 究竟调停顾问和一般的 辅导员的工作範疇 有什么分别呢 是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多谢你这么问我 调停顾问的工作的范畴 和辅导人员的范畴的区别呢 就是在法律上面 因为做家事调停的调停顾问呢 他们必须要接受 调停训练之外 还要接受这个家庭法 离婚法的那些基本的法律 还有呢 是法庭法官判下来的那些个案 有没有什么以前的例子 是法庭判下来的 那我们都需要知道 但是辅导员一般来说 只要我知道了 应该就不需要接受 这方面的法律的培训 还有辅导员呢 一般来说呢 都不需要处理太多 调停的调解纷争的这些工作 他们只是一单对单的 有同一个人来帮助他 教导他 支持他 但是我们 就是如果调停顾问那方面 你就比较少做这方面的事情 是按照法律上的程序 或者是要求 跟你说 但是我们呢 就不会提供法律的意见的 法律意见呢 是律师提供的 是 我们只不过是认识法律 把法律的知识 是跟他们说 如果他们有需要 这个沉合法律的意见呢 我们就会请他们去找他们的律师 来沉合法律意见 这样的 那就是抱着一个完全中立的态度 就是让他们透过你的辅导 或者你的帮助 让他们可以挖心里面的不舒服的东西 都说出来 是的 尤其是有些夫妇 他们未必是想分开的 他们是想和好的 那我现在呢 目前来说 我做的工作上 多数都是这一类的夫妇 就是帮助他们化解冲突 修补关系 改善关系 然后呢 和合来到生活 继续这样过夫妻的生活 那也挺好 因为其实现今社会 那些离婚的个案 好像似乎比以前是多了 是的 有些这样 好像你们的顾民出现 那应该离婚的个案都希望可以有得减少 是的 所以 特别是在这个 现在的目前工作上面 帮助了夫妻来到化解冲突 改善关系 和合生活 我提到很多对他们的冲突 或者离仪对儿女的影响 那就会令到他们明白到 原来呢 虽然说来说是大人的事情 就是夫妻有冲突 或者分开是大人 其实呢 对小朋友影响都很厉害的 那我们稍后一会儿 下一节回来再讲一个 好 回来第二部分的大城小聚 在我身边呢 仍然是有林博士 好了 林博士 好 请你继续跟我们讲一讲 我知道呢 你专攻是做这个 帮人解决家庭糾纷的这个调停的顾问 那家庭糾纷是否通常都会是关于夫妻的居多呢 是不是呢 是的 完全是的 我接触的个案里面主要是夫妻 是 虽然都有试过是父母和子女 但是夫妻为主 很多时候呢 夫妻就是往往因为一些 芝麻绿豆啊 雞毛蒜皮的事情呢 就喊了大吵了 很简单 譬如说 谁应该把垃圾拿出去倒的 这么简单的事 拜美呢 谁应该吸尘的 就算这这么简单的事情 我们看似乎很简单 但是对很多夫妻来讲 不知道为什么呢 他们就是觉得是很大的事情 特别如果某一方面开始有些怨气 另一方面只是抄一下抄一下 就是好像莫不关心那样 知之不理那样 那令对方就更加是不高兴了 很多时候呢 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原因 都是这样的事情 会不会是冰封三尺 有很多职院职埋了呢 就是这么多年 是的 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譬如有时候夫妻工作 在很高的压力里面工作 回到家想着可以舒服一些 可以享受一下 谁不知大家都辛苦 那变成了大家 都比较 没有那么体谅对方 那有时候 比如有儿女的家庭 压力就更加大了 嗯 因爲子女学校回来 很多事情呢 那父母也要照顾了 那如果是 还有父母在上面的 那些的夫妻呢 压力更大 三百一千 是的 那很多时候呢 小小的事情呢 就会引起很多冲突 所以 当有这个夫妻来 找我谈的时候呢 我都会 采取一个辅导 这样的性质先 来问一问 来了解多些 知道他们的情况是怎样的 然后才建议他们呢 究竟是 那个问题是怎样去解决 譬如试过 有 就是 其中一位配偶 来问我 有关另外一个配偶的事情 就是 就是 其实呢 生活条件是很好的 嗯 那一位配偶 对另一位就说 不如你不要出去做工 但是他一定要出去做工 那位配偶就很不高兴了 爲什麽 那麽好的生活 爲什麽你一定要出去做工呢 这样 那我就跟他解释 有时候 你对他非常之好 就是很呵护 很体贴 希望他不要那么辛苦 出去做工要受气 有压力 但是另一方面 可能觉得 去做工是一种成就 他出去可以赚到钱 可以有贡献 在公司里面有贡献 可以做到事情 并且得到别人的赞赏 所以呢 这位的人士呢 就是这位配偶 我跟他谈完之后呢 他明白了 那他就回去照做 那照我听回来的消息呢 都效果都很好 那所以 夫妻那方面的问题 很多时候是小小的事情 那但是绝大部分 都是那个夫妻的冲突 那但是 调解夫妻的这个过程 是比较复杂一些的 嗯 那有没有那些时间 你是要单对单 跟他们讲的呢 是的 每一次调停的程序开始呢 我就会单对单 跟他们讲 做一些些记录 了解一下先 为什么你要来找我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过去有没有什么 令你印象很深刻 是影响你这次的事情的呢 两方面 跟他们谈 嗯 那还有就是 帮他们呢 是要 寫下 他们究竟 盼望在这个过程里面 是得到些什么 这个是他自己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一起谈 未能调停的 一起谈 就是你 认为对方 想得到什么呢 用两方面来来谈这件事情 我们有两种的价值 一种呢 就是 creative value 一种呢 是distributive value 这个distribution 就好像一个pizza 是这么大块的了 你切多少块都是这么大块的了 但是creative value 就是 creative value就不是 就是两个人谈 譬如 对方想得到这样 我不知道 有可能呢 我得到这样 对方又未必知道 那于是乎呢 如果雙方面能够坐在那里谈的时候呢 到了去 开始这个 化解冲突的程序呢 他就能够 按照对方 希望得到的呢 他提出的意见出来 或者一些选择出来 那又能够制造一些 的創意 比较是有創意一点的价值出来 那就是其实 你是慢慢地引导他们 是 是 因为当某个人一很冲动 很怒怒的时候呢 他有盲点的 那些盲点呢 就令他看不到很多东西 有价值的东西都未必看得到 是 所以变成呢 在这个的调停程序里面就是这样 那调停程序呢 开始之前呢 还有些事情要做的就是 我会分辨跟他们谈 究竟 你们有没有一个想法 一个计划 如果调停的程序 不能够带给你的一个协议 即是调停不了 那你有没有一个另外更好的选择呢 就算没有协议 你都没有所谓的 但是很多时候 很多夫妻就没有 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是 就离婚了 但是我很多时候建议他们呢 想多些先 是 就不要一下子就去到那么尽 那很多夫妻都会想的 因为始终 就是结婚的时候 都是自己心外的嘛 所以每次 我帮人正婚的时候 我都是 希望每一对夫妇呢 都是一生一世 是 那也都 有本地 一本的分析集中 都请我 寫过一些文章 是怎么样 鼓励新婚的夫妇呢 能够留意 是这方面的事情 所以做这个 的 调停的工作呢 是必须要 事实问问题 让双方能够 讲出他们心底的说话 并且双方必须有贡献 贡献什么呢 提出一些的 一些的 选择 一些的方案 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和好如初的个案 又多不多 因为我现在 转了个方向 我现在做的 都是希望他们和好如初 所以呢 就 我自己觉得都挺满意 就是每一对来的呢 因为他们有冲突的时候呢 他们都知道我的 我的出发点呢 是要帮他们和好如初的 而不是帮他们分开的 那很多时候呢 在过程的里面呢 我就会用问题 来到是 令到他们能够 平息下来 然后从好处来着想 那以前呢 就是从这个 子女的抚養权 财产的分配 所以 那些房子 应该什么时候卖也好些呢 那这些完全要找律师的意见 但是一些知识 我都要提供给他们考虑 但是现在呢 我就主要是 请他们考虑到 他们夫妻之间 对方有什么好的地方 优点呢 去欣赏 还有呢 有什么事情呢 在现在你所面对的 是可以将它来到化解 那化解呢 不是放弃自己的权利 很多人误会了 以为化解 就是我没得说 就是他喜欢怎么就怎么 那其实不是的 化解呢 是让对方 拿出自己的意见出来 并且将他心里面的说话 是说出来 但是比如举例 有一对的夫妇呢 就来找我 那那个丈夫气冲冲 很不开心 觉得那太太呢 就是偏帮他梁家 他梁家说什么呢 都是对的 他丈夫说什么呢 都是不对的 然后我听他讲故事 讲出一个经历出来 然后我就跟这位太太说 我说其实呢 你不是错 你的家庭对你是很重要 但是同一个时间呢 你必须要考虑你先生的感受 因为感受是很重要的 感受是很重要的 就是虽然你对的都好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你比较体贴他的感受 你能够认同他的感受 认同不等于接受 你认同他的感受 并且你鼓励他 并且你能够 因为这件事情 令到丈夫很不开心 其实是很少的事情 真的很少的事情 但是当丈夫很不开心的时候 如果那个太太 都连一句 就是体贴的说话 或者是认同的说话 她都不说的话呢 就那个丈夫很辛苦 对方更加厉害 那之后呢 很厉害 他们的太太明白了 原来我看不到这个盲点 我之后跟他说道歉 然后这对夫妇又好 那事情是 那其实如果处理子女之间的冲突 那处理方法应该都有少少不同 但是这个比较困难些 会不会困难些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在夫妻的调停方面呢 有两个情况是很困难的 一个就是权力失衡 是 就是一方面权力大一些 是 男的方面学问高一些 工作的岗位高一些 赚钱赚多一些 太太可能一般来说 不是每个都是这样的 一般来说 比如学问没那么高 或者工作岗位没那么高 或者赚钱能力低一些 那时候呢 和说话呢 可能呢 双方面呢 就是那个流利的程度不同 口才不同 那变得很多时候呢 就失衡 这个是很困难的情况 那我们就要单独和太太 来到鼓励她 来到帮助她 当她们要 大家来到沉合方法 化解的时候 在调解过程里面呢 太太呢 就要说多些说话 嗯 将自己的心在里面 要说出来 就不要怕 权力均衡呢 也是一个困局来的 比如女的这么强 男的这么强 男的这么强 的时候呢 大家都不放弃 就越演越烈了 越争就越厉害 也都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就是我自己觉得呢 这个不均衡 和均衡都很困难 那如果子女那方面呢 也都是同样的情勢 就是权力失衡 不均衡了 因为父母始终是高高在上 子女就有十多岁都好 都是比较始终是第二代 所以很多时候 儿女呢 就不是很想 不想来化解冲突 因为她觉得 讲完都是差不多 讲完 回家 如果他们 就是和父母住的话呢 她都是要听父母说 很多东西 所以变成困难些 有时现今社会 现在的年轻一代 更加会什么都讲自主 更加困难些 不过呢 有一个个案呢 就是这样 有一次有个爸爸来找我 她的女儿呢 是 就把自己藏在房里面 那不如我们下一节 回来再讲吧 好啊 好啊 等一下再讲一讲 好啊 好啊 很快就又回来 我们第三部分 大乘小聚了 林博士 请你继续讲下去 刚才说 有关于子女冲突的问题 是啊 这位的爸爸就来找我 因为他觉得他女儿 比他很大困难 嗯 他们生活脱缘都很好的 女儿有自己的房间 很大的 有浴室在里面 但是呢 这个房子就是她的天地 嗯 父母不可以进去的 但是父母都想进去看自己的女儿的房间 谁不知呢 这个女儿很喜欢收集很多东西 还有呢 就 生活方面呢 比较 没有那么干净 是 很多吃完的东西呢 就是放在房里面 就是那些容器 那些盒啊 那些wrapper 那些纸啊 就是很多汽水罐啊 或者是朋友啊 和我送给她的礼物啊 那整个房子呢 就是非常之混亂 那做父母 当然就不想 就是儿女这样 是 那父亲就来找我 说怎么办呢 那我说 你和你的女儿说一下 看看她 想不想 大家来坐来聊聊 那父亲呢 就 你知道做父亲呢 中国人很多时候都比较严厉一些的 那变成了 那变成了 就和他聊的时候呢 就 他就不想了 并且是有些反感 所以 那尾 那父亲 再和他聊的时候 他都觉得是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 那之后 我都不知道了 所以 有些年轻人认为 如果和父母一起来聊 第一 父母不会听他们 就是未必会听他们 第二 子女们有她自己生活的方式 很多时候 认为大人未必明白了解他们 但是这个这样的个案呢 就比较特殊一些 因为她的房间是很混亂 是 那变成了 对她自己个人的健康啊 生活啊 喜居 都不是那么好 所以父母就担心 那结果解决不了 结果父亲没有再找我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是的 好了 那会不会有些个案 又是 好像我们现在 常常在新闻里听到 或者是老人家被虐 又或者是 家婆媳婦之间 那些 恩亲之间 有些什么 冲突的个案呢 是的 因为大家报纸 新闻都听到 看到 很多家暴的事情 无论是虐待老人家 或者是儿女 对父母 是用些很残暴的手段 或者夫妻之间呢 是有暴力的出现 嗯 那我们做条件顾问的呢 逢亲是有暴力 虐待的呢 我们就不做的 嗯 因为那些是 已经是超乎我们的范围之内 是的 我们的职责呢 就是帮助他们 很自愿地 是坐下来到 是尽量 深明气和 来解决 他们要解决的事情 就是有启傾那种 是的 如果他们有暴力的呢 就已经是我们范围以外的了 是 有虐待也都是范围以外 就是我们就不会接触的 也都不可以接触的 是的 那所以 如果是要来找我们的 一般来讲 都是想跟你讲有计谈的 是的 他的心已经想了 預備走出一步 是的 想解决 只不过呢 他们没有那些 不懂的技巧 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来解决这些事情 需要一个人 来帮助他们 我想通常都是他们自发性 去寻求你帮助先的 是吗 是的 prepare了有这样的心理 我们都希望改善关系了 不如请博士帮帮忙 有人调整一下 是 通常都是 就是有人会推荐 朋友介绍 如果认识我的 他就会跟他说 你试试找这个姓林的这位 来帮帮你 看看可不可以处理到 这些事情 是 那其实如果需要有帮助的时候 又透过什么渠道 就是 其实 比较罕见 是的 在华人社会 是很需要 我们这一类工作的人员 是 不过由于 他那个 培训的过程 是 需要认识很多英文 是 特别法律的字眼 是 那些的法例 他需要懂得 所以变成了 能够提供这方面服务的人 人士 到现在来说 就是华人 都不算多 真的好少 是 如果有的 很多都比较喜欢在法庭里面做 哦 法庭里面 是 因为现今家事法庭 是很擠涌的 个案是很多的 但是到法庭那一刻 都已经不太好了 是的 都不是初步的 所以好像我 就是现在这个角色 擺这个角色 做 幫助夫妻 能够是 所谓的商量 可以和解 能够改善关系 然后 重拾更好 和睦生活 就是少之又少 但是我现在做的 都主要是这一方面 因为我觉得 就是因为很少人做这方面 而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够 就是夫妻家庭能够 懂得利用一些技巧 一些理论 一些知识 来帮助他们生活 是有所改善 关系有所改善的话 对他们来说 的满足感就很大 和对于他们在生活上 可以带给他们更多的成就 和更美丽的将来 是 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要 查黄业 我想黄业都没有这个分类 是不是这样说 要找到很困难 或者社会福利署帮忙 一般来说 如果找家庭医生 或者一些的 辅导中心 是 他们都会知道 都可以推介的 但是由于在这方面 工作的日元真的少 所以呢 能够提供的数目 这方面工作的人员的数目 是很少的 那本地帮忙的人 会是外籍人士多 还是我们中国人多 全部都是中国人 是 不过呢 有些的配额是讲英文的 嗯嗯嗯 是这样的 嗯嗯 其实都是很广泛 是啊 因为 年轻人他们比较主动一些 嗯 他们愿意来尝试 是 这种的条例顾问 因为年纪比较大一些 比较保守一些 嗯 他们不想是 是讲出来 嗯 还有很多人认为呢 我们都 已经做了人这么多年了 生活了这么久了 那其实呢 很多事情都不需要去理的 嗯 你不理他就可以了 这样 慢慢他就会消失 那其实呢 这个想法呢 是 不是完全正确的了 因为很多的问题呢 你不理他 那件问题可能是好像没有了 嗯 但是其实他不是没有了的 是在心里面 嗯 那你一件儲一下 第二件又儲上去 一路越儲越多 越儲越多的时候呢 儲到某个程度呢 再儲不了了 嗯 那就会有很少少的度火线呢 会引发整件事情呢 是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 那好像你之前说 有些是中国人 但是要讲英文 是 那很可能就是在这里 土生土长 是啊 那对于中国那个 传统思想啊 传统礼教啊 或者尊师众道啊 怎样去对长辈 那可能他这样 他没有什么认识的 那你要跟他说 就是我们所谓的俗姓 他经常说 那挺困难的 是不是 会不会增加困难度呢 完全是的 这一对的年轻的夫妇 就是这样的 他结婚没多久的 当然结婚的时候 大家都很喜欢对方 就是好像一个英文的书说 love is blind 是 marriage is a opener I opener 就是当你爱对方的时候 完全你看不到东西 但当你结婚之后呢 眼睛忽然间好像增开了 那样 就明白了看到很多东西 那其实呢 就是很小事情 是只不过呢 文化和生活上面的不同 就是当拍拖的时候 大家都很开心 是不是 那男的会遷就女的 那女的想用什么 通常都没有问题的 但是结婚之后呢 就有少少改变了 在互动的方面 那男的生活习惯呢 令到女的就大开眼界了 那见到很多东西呢 拍拖的时候见不到 那当然了 就是一起生活 住在一起 那很多生活习惯 带来对女的来说 就不太方便了 譬如那男的 他在早上起床 疏细那方面呢 很多的习惯呢 那女的觉得不应该这样 我们亚洲人呢 就很多时候都是 就是做事比较整齊一些的嘛 那外籍人士那时候 都是比较没那么整齊的嘛 那变了就 那女的就不喜欢啦 那大家就谈的 那所以其实都会有 那只不过困难就是什么 在调团过程里面呢 就有两种话了 不要紧了 那起码呢有些渠道帮得到手 那希望大家朋友 今集呢 都会有少少的得益 那下一集 大乘小聚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